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不同的结构 甚至有遍布世界各地的村民 但你有没有思考过 这些东西是出自谁人之手 或者它们是如何产生的 通过分析游戏中的秘密提示和传说 我们可以弄清楚各个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背景 并听凑出一个属于我的世界的故事 这一切都始于几个世纪前 在沙漠中没有任何神庙或地下矿景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随时都在等待着人们的探索和开发 经过漫长的时间 世界上第一批人类就这样从石头缝中诞生了 开个小玩笑 这些刚刚诞生的人类不同与野兽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慢慢地学会了创造新工具 并利用这些创造出来的工具来猎杀野兽 在建筑方面 它们从刚开始的火柴盒 慢慢发展为美丽结实的房子 并因此学会了种植它们的庄稼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上所有的建筑 就是它们这一批人创造 而这座用海金石建造的巨大海洋神殿 则是它们用来祈祷未来一年的风调与顺 五谷风耕 为了收集不同的矿石 它们还在地下开采了一个巨大矿井 但我们祖先并不满足于现状 它们野心勃勃并具有强烈的探险精神 以至于寻常的方块和毫无挑战生物群落 并没有给这些古代建设者们多大的满足感 它们迫切想要发现新的东西 而这时一个叫亚历山大的人出现了 他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定居点之一的国王 他用特殊的方块创造出了一个特殊的门户 而这就是我们故事的真正开始 亚历山大比其他人更渴望冒险 在进去之前 它们为了保险起见 先把15只猪扔进了传送门 看看里面是否安全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15只猪中只有一只回来 这种情况无一说明里面充满了威胁 他的朋友们都劝这名国王不要进去 但这名国王现在已经被冒险冲昏了头脑 不顾朋友的劝阻就冲了进去 他们一进入阴曹地府 就被一股巨大的热浪所包围 他们感觉像是在烤箱里不断地被烘烤 不是敢瞬间充满全身 这时博王看到有一个白色生物用炸弹在轰炸小猪 随后他立即命令建筑工人 开始着手建造一个巨大的红色堡垒 这些堡垒类似于他们家乡的城堡 这些下界的堡垒将用来保护自己免受怪物的侵袭 并把这里设为定居点和储存战利品的地方 为了方便获取食物 他们还在下界养起了猪 同时建造了几个带有备用逃生设备的下界门户 以提供快速进入下界的通道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着 亚历山大准备探索下界更深的地方 但在一个黑暗的早晨 事情发生了变化 由于需要食物 国王派儿子独自去堡垒拿一些猪排 但当他到达时 他发现这些猪有些奇怪 有一半的肉已经从他们的身体上融化 从下面露出他们的骨架 在皮肤和骨头的边界上有一层绿色的真菌 他们看起来已经失去了意识 王子尝试着准备杀掉其中一只 看他是否还能掉下一块猪排 但掉落的只是一块腐肉 这真是奇怪 因为喂猪的是一种为地狱犹真菌 他最终控制了猪猪们的身体 把他们变成了有攻击性的僵尸猪人 而王子此时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 所以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向堡垒 并大声呼叫以寻求帮助 亚历山大听到后立即跑去查看情况 透过堡垒的一个窗户 他可以看到一群怪物在追赶他的儿子 但在他穿过墙壁去救他之前 已经太晚了 当他靠近自己儿子刚刚死去的地方时 这里的快状物从红色的形态变成了棕色的粘稠性物质 看起来像是有一张脸在盯着他 只见地上的头骨也从白色渐渐转变为了黑色 国王内心现在充满了悲愤 他拿起儿子的头骨 并收集了承载着他儿子灵魂的快状物 随后回到了世界上 他目前的任务是让他的儿子复生 国王认为是自己把儿子害死 尽管他有很高的声望 但他唯一能原谅自己的方式就是把他的儿子带回来 国王开始请教别人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儿子复活 尽管别人都认为他已经疯了 但他却不这么认为 不仅如此 他还注意到灵魂沙中蕴藏着某种能量 这使他相信 如果他能以某种方式将灵魂沙与他儿子死去的头骨结合起来 他就能让他重获新生 在黑暗的地下室里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错误 他终于想通了 或者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到 即使凋零是由他儿子的灵魂建立起来的 但他儿子的灵魂早已被夏季的能量腐蚀了 国王的几个卫兵把他拉回了现实 他们开始头也不回地跑起来 他们没有机会对抗枯萎者 也不知道如何打败他 所以他们继续逃亡 同时这也让他们的王国和文明陷入一片混乱 经过无数天的逃亡 国王和其余的幸存者仍然无法逃脱 远处传来了爆炸声 凋零越来越近 他们知道凋零者不会停止追赶他们 所以他们开始挖掘和躲藏在地下 尽管他们的王国已经没有多少幸存者了 但仍有少数人能够在地表下建立一个坚固的距离 他们希望凋零者永远不会搜索地下 他们现在需要一个逃跑计划 亚历山大回想了一下一次元旅行 光是想想就觉得恶心 但他有一个想法 如果有一个他们曾经旅行过的维度 就一定会有另一个 这是一场赌博 他利用工具创造出了一个之前从未见过的新方块 然后在方块内部插满了墨影之眼 然后一个正常运作的墨地传送门就被制作成功了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时 亚历山大停下了脚步 意识到他刚刚做了什么 当传送门被点燃时发出的声音非常响亮 事实上 当传送门被点燃时 整个世界都能听到 凋零骷髅最终找到了他们 亚历山大尽可能的是自己冷静下来 他刚刚用坚不可摧的方块制作了一个传送门 所以传送门完全能够抵挡住成熟的凋零者的攻击 而且他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时候回来 就像下界的传送门一样 当凋零者最终到达传送市时 亚历山大和他的人民迅速跳入神秘的虚空区块 祈祷另一边的东西 比要吸收他们能量的凋零骷髅好 他们最终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还有一点请记住 国王和他身边的几个人几乎没有任何资源 在他的一个手下被龙打入虚空后 国王不想再冒任何损失的风险 所以他们很快就用剩下的任何块状物建造了一条路 直到他们最终到达安全的外端岛屿 那里很安静 唯一的生命迹象是这些高大的植物 他们不得不开始使这些植物来生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前隐备 这真的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 现在有几乎无尽的食物供应 他们继续前进并开始建造巨大的城市作为临时基地 以解决和储存他们所剩的任何战利品 这实际上是很好的 他们不必担心巨大的蜘蛛或骷髅 但他们知道 他们必须在某一时刻返回世界 他们知道打开返回门户的唯一方法是杀死龙 亚历山大和他的人民立即再次开始工作 用他们剩余的资源制作任何药水和武器 然后他们开始利用前隐备特殊的悬浮效果 来获取飞行的力量 他们制作了巨大的飞行船 船头挂上复制过后的龙头 以显示他们不是在胡闹 他们要把这些士兵直接送上战场 夺回属于他们的东西 国王在船头就位 穿上盔甲 每个人都在战斗前 最后一次用紫松树补充了自己的饱和度 然而这时长期的副作用终于发作 用紫松树饱腹就像当初的地狱油一样 紫松树一直是一种神秘的食物 他们吃了这么久 最终发生了一遍 从紫松树中获得了传送的能力 并且完全忘记了过去生活中的一切 亚历山大的旅程结束 他的亡国死亡了 他们的文明所建立的一切都腐烂了 但是别担心 这并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沮丧的结局 还有一些从凋零的攻击中幸存下来的人 他们建立了充满不同商人的小村庄 他们发誓永远也不会改变现在的一切 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至于凋零 他又重新回到了夏季 并最后耗尽了能量 留下巨大的骨头在灵魂沙谷里腐烂 从表面上看 我的世界似乎并不像一个充满传说的游戏 它以沙盒的形式销售 玩家可以在其中做任何事情 但是等你玩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 我的世界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你可以根据游戏的某些方面 而推断出一个惊人的秘密 我的世界有很多生物 通过观察 你并不难发现其中一些生物是具有一定智慧的 比如村民 掠夺者 株林和墨影人 它们和其他的生物不同 它们都有着自己的土地 并具有其他生物没有的独特特征 但你有没有思考过 这些生物从何而来 又是谁创造的 这个世界自始至终真的就只有我们一个人吗 为此我查看了一些关于我的世界的资料 并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不妨点点关注 它完全是免费的 你可以随时取消 这真的帮助了我许多 我非常感谢 在我的世界中 曾经有一个古老的种族 它们和我们相同 都具有采矿和建筑的能力 不仅如此 你在我的世界中看到的所有建筑 都是这一批人所修建的 它们的文明高度发达 但直到一场灾难的降临 一切都结束 这场灾难最终驱使着它们躲藏起来 它们最终建造了末地传送门 然而 一旦到了那 它们才意识到里面根本没有出路 它们被困住 并在这个被巨龙操控的末日 唯独终度过了数个世纪 最终进化成了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末影人 永远无法回到主世界 将古代建设者们推向末日 是有人创造出了凋零 这是一股无法阻止的力量 为了生存 它们只能逃走 而我们应该是这个被遗忘的种族中 最后的一个人 唯一在这场灾难中幸存的人 但是如果它们和我们有一样的能力 它们为什么要逃跑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可以重生 它们应该也可以才对 古代建设者们 为什么不直接和凋零对抗 毕竟它们死后是可以重新复活的 又或者是 它们根本就不能重生 既然这样 史蒂夫的身世又成了一个谜 以下都是我个人的猜测 并非是绝对的事实 请大家理性观看 光从外表看就知道 我们和村民并没有血缘关系 它们的鼻子大 并且跟我们相比 它们显得是那么的傻 很显然 村民这里并没有我们想要的答案 要想得到更多的信息 我想我们可以从墨地中去寻找答案 在墨地围度 我们可以得到三条有用的信息 首先是我们与墨影人的干大互动 它们不会主动攻击我们 除非我们只是它们的眼睛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这些人是我们的祖先 为什么它们一看到我们的脸 就会突然生气呢 也许它们对我们有意见吧 下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与龙本身的互动 墨影人或者说远古建设者们 显然不太喜欢龙 我想有一部分原因是 远古建设者们认为 龙把它们困在了这里 以至于让它们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所以它们憎恨这条龙 当我们杀死龙时 我们会获得一个名为 好像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通关游戏 而是释放我们的祖先 还有最后一 就是击败游戏后出现的结尾诗 当你完成游戏并跳入最后的门户时 你会看到屏幕上缓缓出现了许多文字 结尾诗是两个神之间奇怪神秘的对话 两个神将自己描述为宇宙的主宰力量 结尾诗中有一条信息特别突出 我喜欢这个玩家 他玩得很好 到最后也没有放弃 这句话表达方式很奇怪 他暗示了 有些玩家在之前挑战中放弃 他们没有得到两位神的赏识 难道以前有人在这个世界上玩过 并试图通关游戏 不过最终好像失败了 从这些字中 我们可以发现 那两位神似乎迫切地想要我们通关这个世界 通过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把之前的信息整合到一起 无论你身处在哪个维度 通常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 那就是死亡 死亡的力量在我的世界随处可见 在下界死亡的现象尤其明显 死者的灵魂被困在地下 肋骨遍布世界各地 烧焦的骷髅可以吞噬你的生命 给我们带来积极效果的信标试用下界之星创建 这是由万千个灵魂凝聚而成 同时也是凋零的掉落物 我们为了变强所炼制的钥匙 所需的原材料就生长在注入灵魂的土地上 我的意思是 在游戏中获得经验的最好方法之一 就是杀死一切活着的东西 好像要在我们的旅程中取得进展 我们需要利用死者的力量 但也有更微妙的细节 暗示了这个可怕的主题 化石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沙漠神殿上神秘的字符 都与生死和重生有关 似乎不太可能只是巧合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它又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 我觉得 古代建设者们的灭亡事件 是我们造成的 史蒂夫是具有创造凋零想法的人 我们对下界的致命力量和潜力很感兴趣 并对此尝试了一个实验来创造生命 但他却适得其反 凋零被创造出来 使世界陷入混乱 我们的祖先无法抵抗凋零的力量 并最终选择了逃离 而我们和他们一起逃到了最后 但还没等我们成功 我们就死了 史蒂夫就这样死于岩浆之中 但这不是我们故事结束的地方 我的世界的诸神 看着我们创造出了凋零 看着凋零杀死他们创造的人民 并看着我们最终死去 但他们没有把我们送到来世 而是把我们给救了回来 创造凋零只是一个开始 一个循环的开始 诸神给了史蒂夫重生的能力 每当我们死后 就会被带回来重新完成我们的使命 并释放我们的祖先 我们被赋予了许多奖励和能力 比如一开始的奖励箱 还有掌握大量的制作配方和能携带很多的物品 因为神希望我们悔改并取得成功 每当我们死去时 就会重新进入新的生活 我们以前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 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死去的地方找到他们 我们将继续重生 直到能够为我们在凋零身上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忏悔 莫隐人 我们的远亲 知道我们前世所做的事 当他们看到我们时 就会下意识地去攻击我们 因为我们是创造凋零的人 他们没有忘记这一点 只有当我们杀死了龙 解放了我们的远亲 众神才会骄傲 才能结束我们的重生循环 虽然以上的理论看起来有些牵强 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 但我认为他提供了相当多的解释 解释了史蒂夫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 但是请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我很想听听你们关于史蒂夫的看法 感谢你们的观看 如果你们喜欢该视频 不妨留下你们的赞并关注我 我们下期更精彩